见到临近美市时 指数继续跌超过百点 站在28,400点之上 不过现在见到跌的股份 依然有近1200只 似乎今天的市况 可能有机会连跌第四天 不过看整个一月份的表现 就不差 截至下午2点半 恒指整个月都升到大约1050点 今天留意到有个板块 都異常强劲 就是内地餐饮股 见到四只相关股份 今天都可以升 升幅都有一至到4% 当中特别厉害的 就是主打孙菜鱼的九毛九 现在都升到4% 也都是强势创过新高 整个一月内升的幅度更加厉害 是升到近两成 但我们先谈整个行业 就是板块内地餐饮股 相比起本港那两只大家认识的 好像大家乐、大发活那些 他们今天内地这边的板块 就厉害了很多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强 原因之一 是否与内地提倡一个就地过年的概念 减少跨省流动 就可以促进本地消费 从而带动到参与行业 所以是否令到这个板块可以升得这么厉害 其实都有少许帮助 因为控制疫情的关系 就地过完这个做法就得到响应 所以也预计到当地的市民 其实不需要回乡的话 也会选择出去兴祝 或者去餐饮的地方消费 所以多多一点都会帮助到 所以看到今天来说 那个相关的板块也会比较做得好一些 而整个相关板块来说 特别是内地的这一餐饮股来说 他们的增长的动力确实是强的 无论在业绩和店铺的扩张上 其实都看到这一方面的趋势 加上未来这几年 其实都是倡导内需、内循环 其实相关的概念或者实际上的业绩交出来 应该都不会太差 我们刚刚看到整个板块当中 最强势的就是狗毛巾 都和Stanley里集中谈谈这一只股份 讲起它 大家都自然会想起它一个网红的属性 它旗下有六个连锁品牌 除了传统的狗毛狗西北赛之外 其餘五个当中包括出名的 就是泰尔宣塞宇 都是一个很显著的网红特征 今个星期二光大证券其实出了一份报告 直接用网红餐饮品牌为题 去形容狗毛狗 提到这个2015年才创立的泰尔品牌 其实已经超越了本身最原始的 狗毛狗西北赛这个品牌 成为了集团主要的增长人情 它就预期到去到明年 就是泰尔这个品牌 占整体的营收贡献都可以达到八成 而且好像Stanley你刚刚都说了 整个内地餐饮业都在扩张店铺 其实它们都不例外 预料泰尔的开店铺的速度都会加快 开店空间也有1300至1400间 这次那么成功的报告就是说 它就将这个网红的噱头 和连锁店餐饮标准化要求 做到一个很完美的契合等等 从而令泰尔有一个投资回收期短 单店层面的营运效率高的特点 说了这么多它的好的东西 就是有网红 有投资回收期短 有营运效益高 但是看它目前的估值就非常之高 那是否真的可以支持到呢 我们数据方面 就是彭博预测它2020年的PE 说的是高达683倍 不过出这份报告的光大证券 明年的预测PE就回落到70天 你又觉得是否真的会做得到 就是你怎样看这一方面呢 我想就是那个增长应该都会相当强劲的 就是9毛9被导出来的那个业绩 那么2020年应该有相当的增长 2021年继续是有一个 就是几十个百分之的增长 应该都可以达到 那么现在来看 就都开始看2022年的增长的动力了 但是2022都在说有四十几倍 在那个估值上面 所以就相对上是高的 我自己觉得那个估值上面 但是现在来看 因为始终市场的流动性是比较高 所以也都对一些内需股的高的估值 都开始大家都接受了 而关键就是说9毛9 它那个多品牌的策略 我们看到在泰尔那里 确实是执行得不错的 正如刚才Jasmine说的 很多关于它一些 比如和网红之间的 一个营销上面的 或者打品牌方面的 推动也是做得挺好 所以令到泰尔的品牌 已经是打响了 亦都带动了增长 未来那个店铺的国章 亦都会越做越强 另外也都会 可能会加入一些新的品牌 即是新的线 去发展业务 这方面都令到市场 都有一定的憧憬 我自己觉得 虽然股值不贵 但这一阵看到炒上来 其实都是看到市场 对它这方面 开始有一定的信心 的确好像Stanley你所说 他除了自己本身 已经有多品牌发展之外 其实他也进军了火窩业务 好像光大证券那份报告 自己也有提到 近年公司就推出了 一个火窩品牌 就是耸重庆火窩厂 即是目前就有两间铺 今年就有望开多四至六间 希望成为到 泰尔之后新的一个增长引擎 也都提到 其实现在9毛9 它自己都处于一个转型的过程 将一些经营差点的店铺 就关掉了 再加上泰尔品牌 占过营收预料八成的话 亦都是利用率可以高过其他品牌 看好到明年和后年的顺利 有四亿多至六亿多元人民币 说了这么多利好的因素 亦都说了很多 它的经营业务好像挺好 自己Stanley也说 觉得它未来的增长动力也还有 但是会不会大家在看这方面 会太过乐观 有没有当中有些风险陷阱 大家都要小心注意一下 当然市场的看法可能偏向乐观 现在来说 但是刚才提到它开展一些新的业务 比如说火锅 虽然都是餐饮 但是是不是它的强项呢 这个是未得到证明的 始终它都是西北菜 和酸菜鱼 比较撒家一些 但是要做火锅 会不会真的好像可以做到 这个其中一个领导者的火锅业务那么厉害呢 这个是有助商学的 始终可能那个做法上面也有不同 那个营运的执行能力 是不是好像泰尔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即使可以做一些网红 或者做推广 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这么好 还有那个店铺的扩张的速度 还有那个规模 是不是很快可以发挥得到呢 这个也是要留意的 还有投资新的线路的话 其实开头的开支都是比较大的 这方面可能拖累了一定的盈利 这个可能市场未完全去评估过 嗯 就是Stanley就觉得 虽然现在多品牌 还要割去火锅 听起来好像挺好的 但是都要看它实质做出来的成绩表 究竟是交不交到功课才可以的 最后就和你讲一下股价 见到今天九毛九半 本身自己已经创新高 上到三十个两毫半这些位置 不过暂时见到三十元这个位置 就顶一顶 也可能跟市况有些关系的 暂时见到它的股价都升了半成以上 做着28.4 见到大行比的平均目标价 其实都是25.72 其实今天已经过了 最新价价都已经 还站在资上 那么九毛九 在几只内地参与股当中 那个股值就叫做最贵 如果拍了其他几只去选择的话 你又会怎样去选择呢 我自己看参与股 其实股值上面普遍都贵了 但是九毛九 现在来说也创了新高 都是以动力为主 炒动力为主 我自己选择呢 我会喜欢多些移海的 因为它是做一些火窝的底料 而这三只 刚才我们提到 海底撈 九毛九 和沙沙沙沙沙 都有火窝的业务 其实火窝都是相当日本的餐饮 所以变成了移海的定位 可能会更加受惠 我自己喜欢移海多一点 但是看回移海现在的股价 其实今天也有得升的 但是看到其实比起早段的升幅 当然也是收窄了 但是其实它本身之前的高位 都上过去148元流上 现在暂时都叫了一个少许的调整 如果真的值得想去投资这些参与股 如果是看一只移海的话 你觉得什么位置可以偷得过呢 我自己觉得 下回到大概115元到120元左右 这些位置其实都可以值得吸纳 因为始终看好它的未来的增长 仍然是很稳健的 那么目标价 你又会觉得 是否未来调整一段时间 就有动力可以超越148 甚至说再高一点的位置 我想就 因为始终它也是去一些高位 也反映了 估值上其实也不便宜的 也反映了它业务上的一些新的发展 和那个动力 那未来来说 都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的 那我自己觉得 你比如说这么快 可以重新有一个很爆炸性的动力 但是115到120元这些位置 其实都可以考虑吸纳 目标其实可以说是150元左右的 所以这些还是有一个帮助 可以试纳的